女人下班回家,阿豪却不愿同坐电梯,因为他看到女人身后挤满了人。 原来阿豪从小就有阴阳眼,经常看到别人看不见的东西。 长大后呢,阿豪当上了一名警察。 这天,阿豪在执勤的时候,遇到一辆超速的车飞驰而过。 阿豪追上去,开始盘查。 他发现后车厢有血迹,打开一看,找到一个女士钱包。 就在这时,车主偷袭了他,一起执勤的同事也被打死。 车主一枪打中阿豪的手臂,正准备再向他动手的时候,一个女幽灵出现吓住了他。 阿豪趁机打死了车主,立了大功的阿豪应该被嘉奖,但是阿豪却说是女鬼救了自己。 局长一生气,决定开除阿豪。 接着,张组长找到了阿豪,说自己那里有空缺的职位给他。 阿豪跟着他来到了警局的地下室,这里就是专门处理灵异事件的第九分局,为那些刚刚死去的人完成遗愿。 第九分局里有很多能人意识,有能通灵的学姐,有能控制恶鬼的前辈。 在他们面前,阿豪的阴阳眼就显得很菜了。 很快,第九分局就接到了第一个案子,报警人是隋小姐。 她被一个鬼小孩纠缠,早上还被压床动弹不得。 组长用一颗糖将小鬼引出来,原来小鬼的父母没做好法事,导致她的魂魄留在人间, 小鬼便在这里等待家人,还把隋女士当成了自己的妈妈。 组长答应小鬼帮她找到母亲才算了事。 之后他们又接到了一个老大爷的保安,老大爷说自己总是听见女儿呼唤自己的声音, 宅子里还会出现奇怪的哭声,结果一去发现是老人过世了。 房子里来了新的住户,老人便以为是房子闹鬼,但其实他自己才是闹鬼的起因。 为了了去老人的心愿,第九分局开始寻找老人的女儿,却发现他女儿也已经去世了。 几人去到他女儿的墳墓,父女俩最终以魂魄的形式再次团聚, 而他们发现女孩的埋葬地,竟然还有很多和他一样被害的女孩, 其中就包括之前救了阿豪的女幽灵小慧。 这一看就知道不是简单的杀人案件,组长说这是刑警的任务, 他们不能插手,之前自己就是因为插手了杨坚的事, 害得老婆出事,女儿离开了自己,但阿豪还是一意孤行,决定要帮助小慧。 在小慧的指引下,阿豪找到了他生前的朋友张继哲。 张继哲通过小慧的日记发现,小慧原来怀上了一元的孩子, 但是在去医院做产检之后再也没回来, 而且所有死者都在死前去过那个医院。 为了调查清楚,阿豪和张继哲去到医院, 但是院长是个狡猾的人,他们什么也没查到。 组长知道俩人的行动后十分生气, 原来张继哲竟然是组长的女儿, 害怕女儿有危险,组长立马赶去了张继哲家, 谁知去晚一步。 张继哲已经被院长的人掳走, 组长赶去医院救女儿, 谁知死在了院长的手下, 最后还被伪造成他患有绝症跳楼自杀的假象。 如此歪曲实实的报道令第九分局十分悲痛, 学姐讲起组长带自己就像亲生女儿一样, 阿豪十分感触。 酸民的说,他父亲会有两个老婆, 父亲便明昏了一个老婆, 但是这个鬼妈妈只有阿豪才能看见, 从小就是鬼妈妈和他一起玩耍, 也因为这样阿豪被同学嘲笑, 于是他开始讨厌这个鬼妈妈, 之后鬼妈妈再也没出现过, 阿豪因此一直十分自责。 回忆完之后, 两人决定要查明真相, 为组长报仇, 两人抓住院长的手下一阵拷问, 终于发现了事情的真相。 原来张继者和那些死去的女孩一样, 全都是英年英月英时出生的, 院长为了延长自己和富人们的寿命, 夺取了这些全英时出生的女孩的杨兽。 事不宜迟, 俩人立马赶去医院找院长算账, 突破重重守卫之后, 俩人来到了地下室, 但没想到院长有结界护身, 连子弹也对他没用, 阿豪只好假装投降, 趁他不备将剩水喷在他身上, 院长的结界被打破, 他痛苦地开始抽搐, 现出了苍老丑陋的样子, 然而院长这个大魔头没有死透, 他举起枪对着阿豪, 关键时刻组长的灵魂出现了, 他替阿豪挡下了子弹, 而院长也终于弃绝身亡。 最后在组长的召唤下, 张继者醒了过来, 在组长的葬礼上, 许多幽灵和警察都来祭拜他, 这让阿豪想起了自己的那个鬼妈妈, 于是他回到了小时候居住的地方, 发现鬼妈妈一直在这里等待着他。 组长说过人的死去分为两天, 一天是人死的时候, 另一天是安心离去的时候, 看到阿豪安好无恙, 鬼妈妈终于安心地离去。 人们常说人鬼殊途, 但是人和鬼都有着一样的情感, 所以要对身边人友善, 不要给彼此留下不可弥补的遗憾。 好了,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, 咱们下期见。